Hello,大家好,弟弟在上海买房,找我借一百万,老公的做法让我彻底认清了他,弟弟结婚在即买房刻不容缓,找我借一百万,可是老公的做法却让我彻底对他失望了,我和我老公结婚已经十年了,我们两个人是相亲人似的,而且我和老公呢,而且我老公呢条件呢也非常的好,他是上海人,我是农村出身的,我老公年轻的时候呢,还在我老家那边做生意的时候呢, 因为有一次呢身上的钱被偷光了,后来也是我爷爷呢帮助了他,后来我老公回到家之后啊,就赶回到我家乡那边给我爷爷挂恩,然后呢还了之前借我爷爷的三百块钱,因为当时我老公的钱被人偷了,然后他自己呢基本上也是在那个地方无依无靠,然后就一直沿街祈祷,基本上是经常吃午上饭,那一段时间呀也是过得特别的辛苦,然后有一次呢就遇上我爷爷了,爷爷看他挺年轻的, 心疼他啊,觉得他年纪轻轻这么难,太不容易了,就想要帮放他,就把他带到了我家,他也是在我家吃过饭之后啊,就提出,想要找我爷爷借三百块钱,说自己的钱被偷了,想要回家,等他到家之后呢,一定会把这个钱还给我爷爷的,当时在我家做客的一个老邻居啊,听完他说的话呢,就跟我爷爷说不要相信他,他觉得我老公就是骗钱的, 但是我爷爷选择相信他,在我家吃过饭之后啊,爷爷就给了他三百块钱,让他回家了,但其实过来半年,我老公都没有回来,我的这位老邻居呢,有时候在我家做客的时候呀,很经常跟我爷爷说笑,说这个小伙子呀,肯定是骗了我爷爷,可是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呢,这个小伙子就真的来找我爷爷了,然后把这笔钱还给了他, 这件事情呢,我爷爷到现在都记得,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啊,他还会再跟我讲一讲,而这个小伙子呢,现在也成了我的老公,因为这个小伙子呀,他是上海人,后来我也是在上海上了大学,有一次啊,突然出了车祸,就住院了,紧急情况呢,就把这个电话打到家里面,但是我的家人赶过来呢,也需要一点时间,那时候呢,也比较着急,然后我爷爷就给这位小伙子打电话,想请他帮忙,去医院照顾我一下, 经过我爷爷的恳求啊,这个小伙子就同意了,然后带着钱呢,去医院帮我,后来我们就相识了,爷爷他的人品呢,也得到了我爷爷的认可,所以我爷爷呢,也明里暗里暗示我呀,让我和这个小伙子接触接触,如果觉得合适的话,就给我们撮合一下,我当时住院之后呢,也需要先交住院费,各种炸鸡白,白的费用啊,但当时呢,我并没有什么钱,钱都是他输的,后来也在医院照顾了我几天,我姑母到了之后呢,他才回家, 所以啊,我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呢,也特别的好,后来我就跟爷爷说,觉得他挺好的,我爷爷呢,也是啊,就开始错过这个小伙子和我在一起,没想到呢,我老公也对我挺有好感的,然后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,当时我老公其实,他其实也不是上海城里人,是上海农村的,但他家庭条件呢,比我家强太多了,后来拆迁呢,也分了不少钱, 然后我们相处几年之后啊,就结婚了,只不过我弟弟呢,算是我爸的老来得子,比我小哥十几岁,我现在已经三十多了啊,但我弟弟也现在才二十刚出头,有了自己的女朋友,过这段时间呢,其实也到了一个谈婚的,嫁了一个年纪啊,他跟他的女朋友呢,其实也商量过了,人家女方呢,其实就是想要在家里面啊, 要买一套房子,其他的彩礼,车子什么的,都无所谓,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努力愤怒,其实我弟弟呢,整个人都特别的优秀,当时学校也特别的好,现在在一家大企业工作,将来呢,也绝对是未来可期,我这位弟媳妇啊,也是人美心善,非常的合适,所以我父母啊,是非常看好这枚心事的,但是呢,因为女方呢,想要在上海买一套房子,所以价格呢,其实也是比较昂贵的, 所以我弟弟啊,就过来跟我商量,说这笔钱呢,能不能先向他借我的,等到时候他赚了呀,再还给我,因为现在呢,加上我父母的钱呢,还差一百万,才能够首付钱,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啊,因为我结婚之后呢,就没有去工作了,一直在家,但是呢,老公因为参仙呢,费了很多钱,所以我们这个小家呀,还是有钱的,我考虑过后啊,有时候跟老公商量一下,因为这一百万借出去啊,可能几年都会, 会会还回来,但毕竟呢,这是我的亲弟弟,就算是借不了一百万,但这个钱肯定也是要帮帮他的,可是没有想到啊,我告诉我老公之后,我老公做的这件事情啊,直接让我认清了他,这件事情啊,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出面,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肯定是想要看到我们姐弟两个和睦的,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帮忙的话,相信我的父母也会安心的,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,就等老公下班回来之后呢,给他做了一顿大餐,然后就跟我老公商量,我弟弟也是马上就要结婚了,女方这边呢,想要有一套房子才愿意结婚,但是我父母加上我弟弟的存款啊,现在还差一百万,才能做够首付,所以啊,我弟弟就希望,能让我先帮帮他,然后等他之后赚到钱呢,再把这笔钱还给我, 我本来以为老公会同意的啊,因为这一百万呢,我老公其实他出哪就拿出来了,因为当时拆迁也分了这样多的钱,而且我们现在收租呢,每个月最少也是有个十几万的啊,再加上拆迁的钱,我们还买了三个门面,基本上生活上是不缺钱的,所以这笔钱啊,借给我弟弟呢,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但我没有想到啊,老公居然说这笔钱借出去多久才能,管利息呢,怎么说,老公这一句话啊, 直接给我问懵了,因为这件事情呢,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么多,而且借给我亲弟弟的这个利息啊,我是不打算要的,而且多久能还的,我也是想着他们小两口夸松了,有这个钱了再还也是没有关系的,可是老公却给我分析啊,说我弟弟贷款都要还三十年的房贷,等到他凑够这一百万啊,不知道都等到猴年马月了,表面上说的是借啊,实际上跟给没有区别啊,虽然我理解老公说的这些啊, 但我作为亲姐姐,弟弟结婚的时候怎么能一点不帮忙呢,而且我们姐弟之间呢,本事也应该互相帮助,如果我们今后遇到问题了啊,我弟弟肯定也是不会做事不理的, 但没有想到啊,我老公就说他现在手里的现钱啊,都因为炒股票被套牢了,根本拿不出来,如果真的是要拿给我弟弟这一百万啊,只能是把商铺卖掉,其实这个商铺卖掉的话,肯定是不止一百万的,但每个月租金扫索都有个五六万块钱了,卖掉的话损失还是比较大的,老公把我推到一个旗鼓南下的位置,我也十分的生气, 因为老公他一直在炒股,我是知道的,但是我也不懂,所以没有了解过,但他突然这个时候跟我说股票全部套牢了,我心里是不信的,而且这么多年了,我老公从来没有大赔过,他心里特别有把握,他这样说呢,我严重怀疑他就是骗我的, 因为他知道啊,卖掉商铺和借给弟弟一百万来说呢,全红起来,我肯定心里不想卖掉商铺,因为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呢,大部分都是从每个月的商铺搜租的这些钱,拿来的,而且老公呢,也没有直接卖到,把卖掉商铺的权利给我,因为商铺呢,全部都是老公的名字,而且我心里也知道啊,商铺是他的底线,他也是不愿意卖掉商铺的,他这样说呢,只是为了让我放弃把一百万借给弟弟的想法,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,面对一百万,老公居然变得和之前完全不同了,后来我就跟老公商量啊,能不能找朋友周转一下,怎么先凑个一百万,现在手里呢,大概还有三十万,没有想到啊,老公居然说,要让我把我的小超市抵押给银行,自己去贷七十万啊,再给弟弟这一,凑够一百万,他这一分钱啊,他是不会给的,所以我结婚之后呢,虽然没有工作,但是因为我和老公手里现钱多,我就自己开了一家小超市, 平时呢,也不需要去超市啊,手下基本上都是有人在管着的,老公的这个做法也让我彻底认清了他,大家觉得我该离婚吗?老公也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,让我非常的痛苦,而我现在也不确定要不要把我的小超市抵押给银行去给弟弟贷款,这,这七十万呢,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, 这是一位粉丝朋友的投稿啊,大家觉得这位男士做的对吗?这个粉丝朋友该不该把这位,把自己的小超市抵押给银行呢?给弟弟贷款七十万买方,其实呢,一旦涉及到利益问题啊,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,也是正常的,可以理解的,但是呢,作为亲姐弟,其实能帮就帮,是正常的啊,虽然说不一定要帮上一百万这么多,能帮多少算多少啊, 是非常中趣的一个选择,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呢?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,喜欢我视频呢,记得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,拜拜!